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王炸节目 该节目确实要比其他竞技类节目更有可能性 每季请来的嘉宾都是乐坛有口皆碑的实力派 相信不少网友都一样 喜欢上我们的歌这档节目 还是从第二季开始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第二季中 节目组请来了国宝级歌手 全能偶像周深 录制的过程当中 周深很获评出 为节目贡献了多个高光明场面 对歌迷而言 他的出现就是整档节目质量上的一个保障 后来与李克勤强强合作 衍生出了秦深深这个组合 参赛的歌手 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没独周深跟李克勤 斩获了全网的一支好评 二人的合作曲目至今是热议不断 通过该节目 观众确实看到了周深身上 隐藏的一些闪光点 无论驾驭任何舞台 又或者是跟谁合作 都能摩擦出不同的火花 走到 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歌二成为了最经典的遗迹 今年邀请来的嘉宾分别有黑豹张奇 肖敬腾 杨坤 周传雄 以及港月女神陈慧贤 阵容虽然豪华 但是首期节目开播之后 未能引起太大的热议 最大的看点无疑是陈慧贤 毕竟这是他内地的综艺首秀 在豆瓣评论区 有网友打出了周深的名字 可见周深在乐坛的影响力 有多么强大了 作为娱乐圈的劳动楷模 节目组自然想到了国宝级歌手周深 但由于周深档期太忙 不是在录制综艺 就是在赶往各大的晚会舞台 所以这次未能参与录制 当然了 如果嘉宾阵容当中出现周深名字的话 整档节目的热度一定要比现在要货 而正当网友们以为国庆假期 周深的热度正在逐渐退去的同时 音乐方面好消息接连不断 最新佳作花开旺游 接连三次赌下冠军宝座 再一次杀新了华语乐坛的记录 别看这个荣誉不太起眼 对音乐人来说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是能像周深一样 一人独揽多个冠军的歌手 屈之可数 这是周深 在音乐有你榜中的 第20首夺冠曲 第25次夺冠 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 影响力可见一斑 截止到目前为止 依然在榜单中断层第一 热度与他不相上下的是 另一首新歌 美美 数周拿下最高排名 在万众瞩目的东方风云榜上 花开旺游的投票数量云日俱增 不费炊灰之力拿到王者第一 与音乐有你榜的走向一样 蝉联榜单冠军 别的歌手都是被其他人内卷 周深则是疯狂卷字迹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都喜欢周深的真正原因 几乎每天都能给歌迷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相关话题 周深清唱大于DNA动了 单任阅读量高达1400多万 通过天籁般的嗓音 唤醒了很多歌迷儿时的记忆 笨美感极强 歌词内容既有深度又唯美 王小了说唱的是童年回忆 王大了说就是在传递中国之美 能够引起全网的强烈共鸣 就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 歌迷意外发现周深喜欢的国漫经典 跟自己居然一模一样 比方说大闹天宫 舒克与贝塔 葫芦娃等等 能在看经典国产动漫的时候 听到周深美美的声音 感觉世界上再幸福的事情 也莫过于此了 至于大于这首曲目 早已经成为了乐坛的一大经典 曾有很多网红歌手都挑战过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原因有二 一 大于的翻唱难度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得多 稍有不慎 就会拉垮整首曲目的氛围 轻易没人敢碰 不难发现 各大经济类综艺节目中 很多歌手的作品 都被搬到了公演舞台上 唯独周深的单曲很少出现 不是节目组在选曲方面拉垮 而是周深的音乐 一般人根本驾驭不来 唱功不到位 反而会遭到观众的群潮 二 大于这首歌自打单身那天起 周深天籁般的嗓音 就奠定了它的高度 无论学过多少年音乐 又或者练习了多久 大于 有周深演唱的版本 注意在前 谁都无法超越 在抖音平台 周深喜剧人的实锤 还登上了热搜 有趣的是 还被粉丝赋予了新的称呼 话题收割机 事实也确实如此 无论参加访问 还是真人秀节目 都会把真实的一面 表现在镜头面前 毫无偶像包袱 也就是说 生活中的周深是什么样子 镜头前就是什么样子 从未给树立过 华而不识的夸张人设 据网友爆料 浙江台的好声音 2022完结之后 周深很有可能 会参加总决赛的演出 当然了 这只是网报消息 并未得到任何官方确认 该节目自打开播以来 遭到了很多路人的口诛笔伐 节目不刚形式 大于内容 后来还被多次网报黑幕 就连四位导师 李荣浩 李文 李克勤 梁静如 都没法挽救他 一档境界类的综艺 一旦失去了真实性 最终的结果 对观众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这就不难理解 在之前的节目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缘 不被重视了 如果最后一期节目 总决赛 可以把周深邀请来的话 起码 还能蹭一魂热度 从某种层面来说 周深今年 给足了浙江台面子 一口气 接了多打真人秀节目 前有天色的声音三 后有奔跑八十 要知道 浙江台相较于 其他的卫视 口碑一直都不怎么好 不是抄袭其他作品的 节目的创意 就是区别对待艺人 话说到这 可能会有浙江台的粉丝不服 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周深的加持下 后来还录制了奔跑八特别记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之所以能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 不是节目内容出众 而是超过80%以上的观众 都是冲周深 才追的这档综艺 实际下来 口碑早已经两极分化 光凭那几位老成员 很难拉高节目的质量 但周深的到来 为节目画上了浓墨仲裁的异臂 与沙翼 周深 白露 同框上演了多个出全名场面 如果奔跑八特别记 吴凤贤将好声音2022的话 那么奔跑八 应该会在10月中旬开播 无形当中 周深再次为该节目预热了一把 吊足了歌迷们的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 浙江台抱紧了周深的大腿 真正找到了流量密码 在自驾音乐频道上 叫周深深日特辑 一直排到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蹭着周深的热度 同时推荐了很多其他节目 不得不说 浙江台的套路太深了 打开全网数据 最近三个月 周深的热度 以及商业价值 一直都在直线飙升 都知道 周深在国内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歌迷 但在海外同样随处可见 周深的生命 不止一次登上海外新闻网 也就是说 周深不仅仅是央视宠儿 这么简单 在海外官媒眼中 同样也是一位全能担当 总而言之 在这个 当下这个不早的娱乐圈中 只有周深艺人 值得我们追随 典型的正能量艺人 有情怀 有实力 浑身都在发光 入坑不亏 一旦喜欢上他 就会发现 周深有很多隐藏的闪光点 等待我们发掘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周深 接下来的名场面吗 国庆节假后 补课 补班的小朋友 小伙伴是不是格外劳累呀 感觉忙碌了很久 仔细一算 今天是周一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关注 音乐有你榜 2022年第40期的榜单吧 不出所料 或者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周深的花开旺游 排名第一 却是连续四次 拿下了音乐有你榜 冠军的宝座了 可喜可贺 恭喜恭喜 第40期的节目 有你榜 Top10的榜单来袭 第一名是周深的花开网游 综合得分97.7 第二名也是周深的歌曲 那就是美美 综合得分96.14 排在第三位的是 大欢的画风行万里 综合得分95.68 刘雨宁的 徐一哥你排在第四位 张艺兴的面纱排在第五位 周深的于晴排在第六名 蔡旭坤的 抱我 泪列第七 时代少年团 绝配 泪列第八 吹之谦的 无数 排在第九 梦然的是你 排名第十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首歌曲呢 周深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小编现阶段的歌单 一直在听话 开网游 对这首歌曲 有一种莫名的喜欢 不管是什么时间 什么心情 都愿意听这首歌曲 小编还特意翻看了 网友们的留言 大家都在恭喜周深夺冠冠 还留下了珍贵的言论 抒发真情的歌曲 打动人心 太好听了 优秀的歌曲 值得 一首特别触动人 灵魂深处的歌曲 每一首周深的歌都好喜欢 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五连贯呢 我们全家都很爱这首歌 越看越暖心 大家对周深的喜欢 都是因为它的优秀 音乐由你把花开网游夺冠 成为周深第一首四连贯歌曲 优秀 期待一下五连贯吧 你们喜欢这首歌吗